来成都的春溪路逛一下 你看这后面真的好多人哪 好多帅哥和美女 可以保一下眼福了 今天我们就看看哪里人最多 哪里人多 我们就去吃哪里 真的人好多呀 越往里走人好像就越来越少了 那这边呢好像都是吃的 人好像没有很多的样子 我们再继续往前找一找吧 我们看哪家排队 我们就去吃哪家 那里好像围了一圈人 我就喜欢吃那些滩滩饭饭 我们去看一眼 是蛋红糕 一个蛋红糕这么多人排队吗 要不要尝一下 我给他100个 这个是他的产品介绍 那里也有他的产品介绍 手写的产品介绍 小子姐 你们是知道这家蛋红糕店的吗 没有 就路过是吗 是因为排队人多 然后就来排了是吗 对的 跟我们一样 拿三个 一个肉松 白糖和老干妈的 对 多少钱 三块 15块是吗 什么时候收汤了 晚上十点 太忙了嘛 他睡不着太忙 嗯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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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呢我们这次又是在路边买的小吃 所以呢 这次我们还是没有地方吃东西 只能站在车 哥在拍他 哥小哥 你为什么拍他呀 他很火吗 对啊 我昨天上见到车了 原来这个大爷是个网红大爷 我们上网看下他的视频 买好多年别忘了 二三月 问他每天卖多少个 买好火啦 我买四辣 你没鬼 我买了 我回了 问他原料是否是自己腻制的 都是玩家买来到的 说的是处理 我提提的 明明是不一样的 很简单 很简单 不买不买下不来 找我 我要睡觉 我乱说了 我乱说了 从来我也没脱过 爹你以前吃了啥子呀 我以前没什么东西 你手在这儿 我以前有个衣服大吃 你原来你修店了的 修店了后期 你太厉害了 你还会找西东 真简单 看来有很平凡的一个人 看来有神秘丸 看到排队人这么多呢 我们以为是特别好吃的一家店 为了排队的人才知道 这是一家网红店 因为老爷爷语出奇才 他开这个蛋红糕就特别的火 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蛋红糕到底怎么样 这个是老干妈的 这个是白糖的 这个是肉松的 现在吃一下这个肉松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蛋红糕 这个蛋红糕就跟普通的肉松 蛋红糕是差不多的 可能是因为放的时间比较久了 然后它外面就比较软 这个老干妈蛋红糕 真的好有特色呀 老干妈蛋红糕 我们来吃一口 这个老干妈蛋红糕呢 其实味道也很一般 跟平时吃老干妈酱料有点不一样 不知道它是用哪一种口味的老干妈酱料 有点像那种豆豉酱 油还蛮多的 再来尝一下下一个吧 再一个是白糖的是吗 它这个白糖蛋红糕里面还夹杂了点花生酱 味道吃起来的口感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总之看个人喜好啦 因为我以前有吃过很多蛋红糕嘛 其实这家蛋红糕的味道 感觉其实还是很普通的 如果给我10分的话 我可能给它打个6分吧 可能是因为这个老爷爷比较幽默风趣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 来他这里来买蛋红糕 刚刚呢我们也问了很多排队的路人 但是有的人呢 他是因为这里排的队比较长 所以他也就过来买了 但是有的人呢 就是慕名而来 来看一下这个老爷爷的 毕竟他在网上好像还是很火的 因为他语出惊人 他毕竟还说出一些很雷人的话 总之呢 如果你是专门想吃蛋红糕的话呢 那我建议还是不要来这家店了 但是这家老爷爷呢 还挺幽默风趣的 可能他火吧 是因为他的人比较火 而不是因为他的蛋红糕比较火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之今天来这里感觉 还是不能看哪里人多 就去哪里吃东西啊 下次一定会找准店铺 带大家去吃更好吃的东西的